男神之所以被称为男神 就是不论什么样的奇异造型 都能妥妥hold住 一头蓝发亮相的张志琳 再配上旁边大妈的小魔棒 小编差点一口水喷在屏幕上 这根本就是巴拉拉小魔仙的即逝感啊 而怒刷存在感的真子丹 大概可以改名叫真的好拼 一场慈善晚宴就把她乐坏了 各种合影停不下来 和同行的朋友来个两人合影 和刚才那个有着魔棒的大妈也要合影 换个姿势再来让众人合影 相比之下李连杰的待遇就高端多了 一亮相就是被各种媒体360度无死角围住 各种被拍各种上版面 不过这么高的待遇人家还是看不上眼 亮相两分钟就溜至大吉了 连个群房也没留下 名副其实的酱油党啊 话说李连杰这些年来打酱油的事还真没少做 从2013年至今只演了三部电影 还都是客串打酱油的角色 反观同样是武打巨星的成龙 电影一步接一步 又是当制片又是要主演 还得做公益 忙里偷闲还得处理一下家里那点麻烦事 这样一笔 李连杰大哥你有点不乖哦 娱乐星天地综合棒 连个群房也没留下 名副其实的酱油党啊 话说李连杰这些年来打酱油的事还真没少做 从2013年至今只演了三部电影 男神之所以被称为男神 就是不论什么样的奇异造型都能妥妥hold住 一头蓝发亮相的张志林 再配上旁边大妈的小魔棒 小编差点一口水喷在屏幕上 这根本就是巴 来个两人合影 和刚才那个有着魔棒的大妈也要合影 换个姿势再来让众人合影 相比之下 李连杰的待遇就高端多了 巴拉小魔仙的即视感啊 而怒刷存在感的真子丹 大概可以改名叫真的好拼 一场慈善晚宴就把她乐坏了 各种合影停不下来 和同行的朋友了 一亮相就是被各种媒体360度无死角围住 各种被拍各种上版面 不过这么高的待遇人家还是看不上眼 亮相两分钟就溜至大吉了